涉嫌本月10号新山市区黄亚湖街谋杀案的被告 今天遭警方以谋杀罪名控上新山法庭 身穿蓝色外套和牛仔裤的39岁被告 全程相当淡定 甚至在对着相机镜头时还面带笑容 案件将定于10月27号过堂 而根据案情 被告和死者相互认识 怀疑是因为金钱纠纷 才会酿成这宗命案